四旬期第五周星期二 户籍记第21章第4到9节 若望福音第8章第21到30节 小德兰福传之友曾庆岛神父读经反省 2023年3月28日 耶稣基督犹太人在埃及四百年受奴役压迫 他们呼喊天主拯救他们 天主用大能也借着梅色的辛劳 把他们从为奴之地拯救出来 但是他们还没有到达福地之前 碰到一点困难就很快变了心 执拗地敬拜自己手造的金牛为神 并且反抗梅色的带领 让主要回到埃及去 天主叫火蛇到以色列人中惩罚他们 又阴柱眉色的转球 借由柱子上的铜蛇 使要死亡的人保存了性命 吊诡的是 代表公义的处罚和代表仁慈的治愈 都是来自同一来源 正义和慈爱同是天主一体两面的属性 耶稣今天在福音里用了犹太人的这一段历史 表示了被举起的铜蛇是他在十字架上被举起的象征 所有在罪恶中必死的人 仰望十字架的耶稣的话 会得到罪的赦免 保全生命 与旧约的故事一样调诡的是 耶稣以自己的死亡 爱的牺牲来征服我们的死亡 公义的处罚 看起来矛盾的公义和仁慈 在耶稣基督为人赎罪的行动上却成了一体的两面 耶稣今天说了一句很严肃的话 你们若不相信我就是那一位 就要死在自己的罪恶中 我们的罪是会使我们死亡的 耶稣是拯救我们与罪恶的唯一救主 耶稣是天主子 来到世上 肩负了我们的罪债 为我们做了赎罪的牺牲 世人没有另外一个救主 我们会认为耶稣所说的是很可笑的事吗 如果我们的罪没有严重后果的话 是不需要天主子在十字架上的赎罪牺牲的 我们天主教不是喜欢一天到晚讲罪的人 但是我们也真的不能对罪掉以轻心 其实我们只要稍微睁开眼睛 看一看我们周遭的世界 罪的现实 及仇恨 欺骗 愚昧无知 痛苦和死亡 已经是很明显的了 人类的唯一出路是仰望耶稣 悔改 这个四旬期很强调的悔改 就是以感恩的心 接受主耶稣自我牺牲的无条件的宽恕 只要我们诚心痛悔 不论多大的罪都会得到赦免 耶稣确实为了我们 被高高举起 在十字架上给我们仰望了 正如基督教弟兄姊妹传教时 非常强调的一点 信耶稣 努力去扶传 努力去扶传 努力去扶传